是什么让白居易在不能施展自己的报国之志时,重新找到自己的人生支点呢? 是什么让白居易在一次血流成河的屠杀中幸免于难呢? 又是什么引来了人们对白居易人格的种种非议呢? 敬请关注白居易之急流永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此不渝的友情,帮助白居易走过了人生的风雨波折,缓解了他的很多人生痛苦。 但白居易有一个痛苦却一直难以释怀,那就是作为读书人,他既想掀济天下做一番事业,可是又不愿意面对官场上的烦恼纷争。 同样,这种两难的选择,千百年来也一直困扰着中国古代的读书人,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,要么出来做官,要么归眼。 但白居易在五十八岁来到洛阳之后,他竟然找到了一条不同于前人的人生之路,这条道路的选择成功地使白居易在一次血流成河的屠杀中幸免于难。 但白居易也因此引来了后人的种种非议,那么白居易究竟找到了怎样的一条人生道路呢? 他的这条道路与前人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? 南京大学莫里峰教授,做客百家讲坛,为您精彩讲述白居易之极流永贵。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,或者我们称他为诗, 这个中国古代的诗呢,他的人生道路,就是他的生活方式,实际上只有两种。 古人把它叫做第一种,叫做粗,就是出来的粗,或者叫做诗,这个诗是单人跑一个诗,就是学而优则诗的诗,也就是做官,粗也就是出来做官。 那么另外一种呢,叫做储,储就是储在什么地方,就是在家隐居的意思,配营的意思, 就是或者是出来做官,或者是在家不出来做官,退营。 除此以外,别无他途,没有第三种生活方式。 那么为什么只有这两种道路呢? 为什么不能有其他的道路呢? 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会觉得奇怪,你还不做官,不隐居,你还可以做其他事情。 你做工程师,做科学家都可以,但是古人不行。 中国古代的人,读书人,哪怕你是优秀的科学家,你是优秀的工程师,你在社会上都是没有地位的。 你一定要做官,出来做官,安邦定国,你才有地位。 做官呢,上可以报效国家,服务社会,下可以封妻英子,你得到一些富贵来养家,养家活口。 这里只有做官才能做到。 为什么在出来做官有那么多好处的时候,还有人要选择隐居呢? 这是由于我们的古人同时也看到了做官的坏处。 做官有两大坏处。 第一,官场一般来说是比较污浊的。 官场里有很多不好的因素。 你一个人在官场里待了以后,你会被这个污浊的氛围所污染。 你在了以后,你自己也变得慢慢的人品会受到影响。 第二,官场是充满着风险的。 这个政界是充满着风险。 古人创造了一个词汇叫做换害风波。 换就是官换,做官。 这个做官的道路就像海里面航行一样,充满着风波,惊风,骇浪。 就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倒霉了。 所以做官也有这样的坏处。 那么既然有了这样的坏处,古人有的人为了要避免这些坏处。 一个是保持我自己的人格、人品,还不是污染。 第二,也为了要安全。 我不去冒那个险。 这样就选择隐居。 当然隐居的坏处是什么呢? 你比较贫困。 因为你没有不做怪,没有俸禄。 没有俸禄,你的生活肯定是比较贫困的。 你物质上是比较艰难的。 你社会上也没有地位,没有势力。 所以是一种两难的选择。 但是中国人,古代的诗人很早就发明出来了新的办法。 从汉代的东方说开始。 东方说我们都知道他是在朝廷里做官。 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一个城市。 但是他自己说,我实际上是隐居的。 史记里面记载东方说有一首歌。 他说, 路成于俗, 避世金马门。 就是我这个人是在金马门这里避世。 金马门是皇宫, 汉代皇宫的一道宫门。 在皇帝的宫殿里面, 我可以避世, 我也可以保全自己。 何必深山之中, 浩炉之下。 做一个隐士, 为什么一定要住到深山里去呢? 浩炉就是草房, 我一定要住在草房里面。 我住在宫殿里面, 同样可以保全自己。 同样可以达到隐居的目的。 东方说没有解释, 为什么他在宫殿里面, 他在朝廷里做官也算是隐居。 那么这种他的世界到了东晋。 东晋, 晋朝的人比较喜欢思辨, 比较喜欢进行深入的秩序思考。 东晋有一个人叫邓产的, 就对东方说这种举动, 做出了他的解释。 他说, 为什么东方说他住在朝廷里还算是隐居呢? 他说, 一个人的隐居实际上主要是在于精神层面。 你隐居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保证自己人格的高尚, 人品也好, 不受观察的污染。 这主要是精神层面, 不死屋子层面。 所以你到底是住在深山里, 住在草房底下, 还是住在宫殿里? 这个并没有关系。 关键是内心是不是隐居了? 我虽然在朝廷里, 但是我不是忠于富贵。 我看清这个富贵, 保持内心的一种宁静, 一种淡薄, 那么这样就算隐居了。 所以东方说自己虽然没有说它是隐屍, 但是后人却把它称为大隐, 说这才是大的隐屍。 里面说世人不是东方说, 就是世界上的人都不了解东方说, 它实际上是一个大隐, 是一个大的隐屍。 那么好, 这样就来了有两种, 就是人们认为传统的隐居方式, 你住在山林里面, 你不入室, 不提进朝廷, 甚至远离城市, 你这是一种传统的, 这是小隐。 而大的隐居恰恰是就在朝廷里做官, 反而是住在宫殿里面, 这反而是大隐。 所以近代有一个诗人叫王康居, 写了一首诗, 就有这样的句子, 说小隐隐临首, 大隐隐朝市。 小隐隐在山林里面, 而大隐反而在朝廷里, 或者在任劳的城市里面, 这都没关系, 为他精神上研究成功了。 千百年来,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, 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, 希望能学而优则适, 成就一番事业。 但是由于官场的黑暗和危险, 以及自身的清高, 很多读书人不得已最终选择了退隐。 出世还是退隐, 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, 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两难选择。 针对这个坚固难题, 白居易经过幻海浮沉的洗礼之后, 他找到了不同于前任的答案。 白居易的答案只有两个字, 就是中隐, 就是中等程度的隐居。 他说大隐也不好, 小隐也不好, 我要做中隐。 那么什么叫中隐? 中隐这个词, 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说过。 白居易第一个说, 白居易是在他58岁那一年写的一首诗, 这首诗的标题就叫做中隐。 他这首诗大意就是说, 传统的说法都是说, 大隐是隐在朝廷里面, 小隐是隐在山林里面。 他说这两种方法都不好, 不如中隐更好。 那么中隐也在哪里呢? 白居的说法就是, 我不在长安做官, 当然我也不到山林里去隐居, 我在洛阳做官。 这个牵涉到唐代一个特殊的情况, 唐代的长安是首都, 叫西京, 洛阳也是首都, 叫东都。 洛阳这个首都是一个预备性的首都, 也就是皇帝虽然不在那里, 在洛阳还是设一套政府机构, 有一些官员设这样的里, 那么当然皇帝平时并不去, 所以洛阳的这些官叫做分师官, 或者叫做留师官, 就是分到那里去管辖的, 或者留在那里管辖的, 这些官一般都是虚嫌, 就是派你在洛阳做个官了, 你实际上不管事, 因为中央政府在长安, 所以这里分是洛阳的官, 往往是安置贤差的, 就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官做, 但是朝廷又不想让他长实际的掌权, 那么就把他派在洛阳做官, 甚至有的时候安排贬这官员, 这个人本来在朝廷里做官做得很大, 现在要贬他了, 贬得低一点, 没地方贬, 贬到洛阳, 派他在洛阳做一个分师官, 所以白居就说, 中隐最好的就是隐在东都, 隐在留师官, 我在东都洛阳做一个官, 那么又不在朝廷里面, 同时又不在三里面隐居, 这个官好像在做官, 又好像没有做官, 因为没有具体的周五, 所以他说这个最好, 这种方式白居易就把它称为中隐, 既不是大隐, 也不是小隐, 我是中等程度的隐, 介于中间的隐, 白居易在中隐这首诗里, 说得很清楚, 他说为什么要中隐, 就是中隐这种方式, 既可以避免做官的坏处, 又可以得到做官的好处, 做官的坏处就是两个, 一个是人格受污染, 第二个你冒着风险, 说不定什么发生什么政治上的变故, 你就卷进去了, 你有风险, 他这个都回避了, 没有, 那么做官的好处是什么呢, 有俸禄, 有了俸禄以后, 正常的经济收入, 而且还比较优厚, 这样我就可以施久风流, 过比较忧郁的日子, 我至少不会穷困, 你要真正的隐居住在山林里, 你当然过得很穷困, 像陶渊明那样子, 饭都吃不饱, 到人家去要饭, 白居易说我这样的可以避免, 也就是说, 说得直白一点,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就是, 既要得到做官的好处, 又要避免做官的害处, 就这样一种态度, 白居易的这种, 又想得到做官好处, 又想避免做官的害处的人生态度, 不免给人一种投机取巧的感觉, 那么白居易为什么要抛弃以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呢? 他的中隐这种人生态度, 是因为上了年纪, 还是有其他的难言之隐呢? 白居易的中隐这首诗, 刚才说是他58岁那年写的, 在唐代, 按照唐人的一般平均寿命, 58岁已经算是进入老年阶段, 进入暮年, 人到暮年, 一般来说年纪大了, 往往会一直比较消沉, 有一点暮起沉沉, 就不再积极了, 不再奋发有为了, 人老了, 这个身体也不行了,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提出了中隐的思想, 写了中隐这首诗, 但是事实上, 白居易的这种念头, 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态度, 产生的还要更早一些, 比较具体的说, 就是在44岁那一年, 我们前提将曾经讲到过, 白居易44岁那一年, 由于朝廷里发生了宰相五元恒被刺杀的事件, 白居易就第一个出来上书, 要求朝廷赶快追捕凶手, 来追查末后执事者, 就是要打击那些背后的藩政势力, 藩政割据们, 他派赤克来赤宰相, 由于他的约居上书, 所以一下子被朝廷打击了, 得罪了那些朝廷的掌权的人, 所以就把他扁到江州去, 这一次打击, 对白居易的人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, 他就觉得我完全是忠心耿耿, 我帮国家出力, 帮国家着想, 国家大事发生了, 我第一个提出来应该怎么办, 反而受到打击, 扁出长安, 扁到偏远的江州去做一个贤差司马, 他感到很伤心, 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读书人来说, 做官的人来说, 最伤心的事情就是忠而见榜, 就是你是忠心耿耿的, 对朝廷一片忠心, 反而受到诽谤, 受到打击, 那么这样的事情, 最是他们伤心, 从缺缘开始, 就下来一直一直, 假意也是这样, 都是这样子, 所以44岁那一年, 发生了那一次贬子, 是白居易的人生态度, 发生了根本的转折, 白居易到了江州以后, 写了一首诗叫做《智悔》, 悔就是教悔的悔, 就是自我教育, 我教育自己, 他教育自己什么呢, 他这首诗里这样说, 他说人生七十古来世, 这是杜夫说的, 就是人的一辈子能不过活七十岁, 就算我能活到七十岁, 我今年已经44岁, 一共还生26年, 他说剩下的26年, 实际上也转胜即使, 二十五六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, 我又能做什么, 与其在剩下来的二十五六年时间里, 还继续原来的做法, 还关心国事, 还受到打击, 那么我还不如痛痛快快的过日子, 不要去管了那么多了, 在政治上比较消极一点, 把这个二十五六年打发过去算了, 所以他在这一首名为《智悔》的诗里面, 表明他是在这一个政治事件中间, 这一场政治风波中间受到了深刻的教训, 这次打架使他受到教训, 以后再也不去管国家的事情, 再也不去提这样的意见, 虽然后来白居仪并不是真正在政治上完全消沉了, 我们说过他在杭州做刺史, 在苏州做刺史时候, 还尽心尽力的为地方上做事情, 政界还不错, 他在朝廷里做官的时候还提一些意见, 但是总的来说, 跟他早年的这种意气风发的, 在政治上面非常勇敢的这种态度相比, 他是消沉下去, 他觉得我还是保全自己为好, 不要去管了那么多了, 这个时候中影的思想在白居仪并慢慢的形成, 当然真正的定型是五十八岁那一年写中影这首诗, 从那一年开始, 他实际上就在洛阳隐居了, 过他的晚年生活。 通过莫立峰教授的分析可以看出, 白居仪中影洛阳, 远离政治中心, 既可以得到做官的好处, 又可以避免在政治风波中间受到牵连, 果然六年之后, 唐朝宫廷就爆发了一次血雨腥风的流血事件, 这场政治风波暴露出了唐朝政治最黑暗的一幕,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白居仪究竟运运如何? 中唐政治上面有一场很大的风波, 叫做甘露事变。 甘露事变发生在白居仪六十四岁那一年, 那一年他那个时候正在洛阳做一个分尸官, 就是太子少府分尸洛阳, 一个贤差, 不管是, 那么在长安就发生了甘露事变, 甘露事变的大致上经过是这样子, 我们以前多次说过, 中唐政治上最大的问题是宦官专政, 就是以太监这些宦官投资, 掌握了朝廷里的真正的权力, 然后当然朝廷里的朝臣就不服, 就是文官这些官员不服, 官员跟宦官之间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, 皇帝也卷在里面, 当时的皇帝叫唐文宗, 唐文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皇帝, 那么唐文宗他自从做皇帝登基以后, 他就非常恨宦官, 恨身边的这些太监, 因为他的祖父唐宪宗是被宦官毒死, 用毒药毒死, 他的哥哥唐晋宗是被宦官杀掉的, 18岁就被宦官杀死了, 所以他一做皇帝就暗中下定决心, 要铲除这些宦官, 所以太监除掉, 所以他登基以后, 四年以后, 他就跟一个宰相叫宋生县, 两个人合谋, 说我们来除掉宦官, 可惜没有成功, 又过了四年, 他又跟当时一个宰相, 叫李迅, 还有一个官员叫郑柱, 跟这两个人合谋, 说我们来把宦官全部铲除掉, 为了要实现这个计划, 唐文宗一个是任命李迅做宰相, 在朝廷里面管朝政, 同时任命郑柱做凤翔基督使, 凤翔是长安西边的一个重要的城市, 基督使就是拥有一支军队, 他叫这两个人理应坏和, 李迅在朝中掌握政权, 郑柱在凤翔掌握一支军队, 理应坏和一起来把宦官除掉, 把这些太监杀掉, 这一年11月21日, 按照他们的事先商定的计划, 他们采取了行动, 就是那天早上, 皇帝当然要上朝了, 皇帝到一个宫殿叫紫城殿的上朝, 这间大城, 然后有一个将军叫韩约, 韩约是当时带领金吾军的一个将军, 这个人是李迅的亲信, 事先说好的, 韩约就来报告, 到朝廷里来向皇帝报告, 说昨天夜里, 我们这个金吾院, 金吾是一支军队, 这个院里面, 这个石榴树上面, 夜降甘露, 由这个甘露降在树上面, 甘露就是甘美的露水, 这是古代的一种祥瑞之物, 所以韩约就来报告, 报告以后李迅就说, 李迅是宰相的, 就说皇上出现的甘露这是祥瑞, 你皇帝应该要去看, 要拜天地, 上天降下祥瑞来了, 那么皇帝就说, 你们先去看, 你们李迅, 你宰相先带着百官去看一看, 李迅就带着大臣去看, 看了以后回来, 实际上都是他们预谋好的, 回来以后又报告说, 我们去看购以后不象征的甘露, 有点像, 但是又不大像, 皇帝就说了, 宦官, 就是你们求是良, 于洪志, 这两个人是谁呢, 这两个人是宦官的最大的宦官头子, 掌握军队, 皇帝就说, 你们两个人带领着纵宦官, 带领太监, 一起再去看一看, 到底是不是甘露, 好, 这个求是良, 于洪志就带着几个太监头子, 一起到那个金武院里去看, 求是良这个人, 等到一伙人走到这个金武院里去了以后, 韩岳出来迎接, 韩岳是这个金武军的将领, 韩岳因为平时太害怕这个求是良这些, 这些人强凶霸道很可怕, 很凶, 这个韩岳就脸都变色了, 很惊慌失措, 脸变色, 求是良一看就怀疑了, 你怎么脸都变色了, 正好走进去一看, 也不巧, 风刮起来了, 风一吹, 把一个藏幕幕布刮开来了, 藏幕一刮开, 在里面露出来, 里面藏着躲着军士, 躲着兵士, 手里拿着刀, 好求是良他们非常警惕, 一看到觉得不好, 马上就逃走, 就不去看这个十六少山的干路了, 马上逃回去, 这个时候皇帝已经走到了韩元殿, 这个几个太监逃到韩元殿, 马上就把皇帝接持着, 推到轿子里面去, 抬着就往宫里面走, 然后李迅他们冲上来墙, 说皇帝不能走, 怎么怎么好, 但是失败了, 就是太监把李迅也打伤了, 结果太监把唐文忠放在轿子里, 抬到内宫去, 抬进宣武门, 马上把宫门紧闭, 皇帝在他们手里, 古代的政治斗争, 皇帝在哪方手里, 哪方就胜利, 因为他受皇帝下命令, 要镇压你们就可以了, 皇帝一定去好, 关上宫门, 外面的朝官就惊慌是错的, 有的人就开始逃跑了, 然后他们在里面就指挥了神军, 拿着武器冲出来, 见人就杀, 见人就杀, 然后是再到长安城里去大收捕, 把外面的朝官都抓起来杀掉, 那一场事变, 长安城里血流成火, 当时朝廷里有四个宰相, 一个是李逊, 还有一个叫贾树, 还有一个叫苏元瑜, 还有一个叫王牙, 四个宰相都被杀掉, 所以人称甘露四相, 就是甘露四变中间的四个宰相, 那么这是甘露四变, 甘露四变发生以后, 宦官就更加成功地掌握了政权, 唐文宗就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, 因为他们知道唐文宗是跟朝官一起合谋来除掉我们的, 所以他们对唐文宗都一点都不尊敬了, 当面都说他, 讽刺他, 骂他, 四年以后唐文宗自己说, 我虽然是皇帝, 但是我还比不上汉母的汉宪帝, 大家知道汉宪帝是一个最可怜的皇帝了, 被曹操控制着的, 他说我还不如汉宪帝, 边上的人说你怎么会不如汉宪帝呢, 他说汉宪帝还是受制于诸侯, 就是他是被曹操他们控制着, 这些人有军队, 他受制于强大的诸侯, 我是受制于家奴, 宦帝本来是我的奴才, 宫里的奴才, 我被他们控制了, 被他们还不如, 甘露之边是中国历史上宫廷中最为惨烈的流血世界, 一日之内, 六百多名朝臣被杀, 皇帝也被宦官软禁, 尊贵的至高无上的皇帝, 竟然被家奴们玩弄于鼓掌之中, 白居易生活的年代, 政治黑暗可见一斑, 那么面对血流成河的屠杀, 白居易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? 白居易在第一时间就对这一场事变作出了反应, 他写了一首诗, 标题就叫做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, 敢誓而作, 这是一首七言律师, 一共八句话, 我们来看一下, 祸复茫茫不可期, 大兜早退是先子, 当军白首同归日, 事我亲善独往时, 故事竖情音不响, 一圈黄犬定难追, 麒麟之谱龙为海, 何是你一种亦为归? 我们一句句来看一看, 首先, 祸复茫茫不可期, 期就是欲期, 他就说祸也好, 负也好, 这都是非常的渺茫, 不能欲期, 没法欲期, 因为祸跟负, 它都有很大的偶然性, 而且古代的老子就说过, 负希以祸之所义, 祸喜不之所福, 就是祸复是互相转化, 所以你对将来的祸跟负没有办法欲期, 茫茫不可期, 第二句, 大都早退是先知, 但是总的来说, 只要你及早地从政界退出来, 你既留永退, 先知先觉, 你好像已经知道了祸复, 知道了灾难要发生了, 这是什么意思呢? 就是说你只要退出政界, 退出权力中心, 离开长安, 离开朝廷, 那么它即使发生一些偶然的事件, 你不在里面, 你当然就避免, 所以早退就好像是先知, 三四两句, 我们先放一放, 我们看后面, 第五六句, 第五句是故事肃情音不响, 肃情就是没有装饰的情, 一张一般的一张古情, 什么叫故事肃情音不响, 这是用的姬康的典故, 近代有一个高士叫姬康, 姬康得罪了史玛氏家族, 后来被史玛钊下令, 判处死刑, 姬康将要被杀, 走上刑场以后, 姬康就说, 给我一张琴, 我要弹一曲广陵陕, 因为他平生会的一个曲子叫广陵陕, 他说以前有人像我学, 我都不肯交给他, 今天弹一曲的以后就传, 绝了, 这个曲子就传, 传不下去了, 那么白句子这句是就是说, 甘露湿边中间遇害的那些官员, 包括那些宰相, 他们是突然之间就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变, 突然之间就被杀掉, 所以他们连要像姬康那样, 要一张琴来弹琴, 临终之间这种活动都没有办法做到, 阴不暇, 没有暇, 没有空暇, 第六句, 一千黄犬定难追, 第六句是用的秦代李斯的点, 秦朝有一个人叫李斯, 他原来是楚国人, 他后来到秦国去发展, 辅助秦始皇, 统一了天下, 然后还做了秦始皇的丞相, 但是后来秦始皇死后, 李斯被赵高陷害, 说他要谋反, 就判他为死刑, 一三足, 把他全家都杀光了, 那么实际记载, 李斯被押上刑场, 跟他的儿子一起都上了刑场, 快要判处死刑的时候, 李斯就叹了一口气, 对他的儿子说, 我还想跟你一起牵了一条黄狗, 走出上菜的东门去打猎, 难道还可能吗? 上菜是楚国的一个城市, 李斯原来是上菜人, 李斯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, 假如我当年不到秦国来求富贵, 我就留在楚国的上菜的话, 那么也不会有今天这个下场, 我们现在还可以跟着泥牵着黄狗, 出城门去打猎, 过自由自在的拼命生活, 因为贪图富贵到了秦国来, 现在一家都处斩, 都被判处死刑, 就追悔不及了, 后悔都来不及了, 所以白剧这首诗也是说, 甘露四边中间遇难的那些朝城, 后悔目击, 再也来不及了, 最后两句说, 麒麟作谱, 龙为海, 谱就是干肉片, 海就是肉酱, 就是麒麟也好, 龙也好, 这都是非常争奇的动物, 一般皮上没有了, 是祥瑞之物, 但是正因为他们争奇, 所以被人做来, 见到朝廷里, 把麒麟的肉做成干肉片, 把龙的肉做成肉酱, 就是有这样的下场, 何是泥中夜未归, 哪里比得上一个乌龟, 拖着尾巴在泥塘里, 自由自在的生活呢, 乌龟不是不稀奇, 不是一个争取的动物, 是很平常, 也没有人去抓它, 它拖着尾巴在泥塘里, 自由自在, 它没有富贵, 但是它太太平平地过着, 哪里比得上, 所以这首诗整个的就是哀悼, 甘露四边中间, 遇难的那些朝官, 觉得你们要早点抽身出来, 早点退出来就好了, 不会有今天, 虽然白居易在诗中表达了, 对那些遇难官员的惋惜, 但是也有人在, 当军白首同归日, 是我青山独往时, 这两句诗中, 读出了他有幸灾乐祸的箭言, 后人由此, 对白居易的人格产生怀疑,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两句诗呢, 白居易面对朋友的灾难, 究竟是怎样一个态度呢? 那么下面我们集中来讲一讲三四两句, 当军白首同归日, 是我青山独往时, 这两句话表面上很容易懂, 军就是你们或者你, 就当你们白首同归的时候, 白首同归是同归于尽的意思, 就当你们同归于尽的时候, 是我青山独往时, 白居易这时候是有一个自己的家的住姐, 说那一天他正独自到香山去玩, 就是洛阳城外有一座香山, 他庆幸自己因为及早地退出了, 现在这个诗变跟我没关系, 我没卷进去, 我还活着, 我一个人可以到郊外去玩, 第三句, 当军白首同归日, 是对甘露诗变中间遇害了那些朝城的一种悲道同情呢, 还是一种幸灾乐祸, 这个历来有不同的解释, 有两种解释, 宋朝有两个人, 一个是苏东坡大明星, 大家都知道, 还有一个跟苏东坡有密切关系的, 叫做张敦, 张子后, 张敦其人是苏东坡的童年近史, 两个人童年考上近史, 两个人也很要好, 很长时间都友谊很好, 互相写事畅和, 但是后来在政治斗争中间, 苏东坡是旧党, 张敦是新党, 两个人属于不同的阵营, 再后来张敦当上的宰相, 迫害苏东坡不遗余力, 苏东坡晚年被贬到惠州, 在惠州贬了几年, 再贬到海南的淡州, 在宋代那种时代, 把一个人贬到海南的淡州, 就是置之死地, 就希望你死在那里, 回不来了, 因为那个地方太偏僻, 太落后, 太荒凉了, 充满着脏气, 这个就是张敦, 张敦当时做宰相, 所以两个人后来是完全不是朋友了, 那么这两个人在人品上正好也是相反, 张敦是彻头彻尾的小人, 东坡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君子, 一个小人一个君子, 他们对这首诗的解读就完全不一样, 就张敦的解读,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, 以小人之心, 夺君子之父, 而东坡对于这句诗的解读, 就是君子跟君子, 心心相写, 他理解白鞠, 那么看看他两个人怎么解读, 张敦说, 第三句, 当君白首同归日, 就是指王牙, 就是白鞠对王牙在甘露事变上被杀, 庆载落后, 他感到高兴, 为什么呢, 我们还记得也许, 当白鞠被贬到江州的时候, 王牙是起了作用, 就是当时白鞠本来朝廷里, 是要把他贬到江州去做刺死, 说把他贬出去做一个刺死, 刺死就是地方长官, 市长, 但是王牙追上一本, 王牙说白鞠这么坏, 不能让他当刺死, 应该贬得更低, 后来就贬为司马, 所以两个人有过节有仇, 所以张敦就说, 现在王牙在甘露事变被杀了, 白鞠的幸灾落后, 说你被杀了, 我还在祥山玩, 有这种幸灾落后的, 这样的意思在里头, 苏东坡的解读不同, 苏东坡说不是的, 苏东坡说白鞠这样的君子, 他不是一个幸灾落后的人, 这一句实际上是背道他, 就是为他感到悲哀, 你们都同归于尽, 都被杀掉, 感到悲哀, 那么我们说, 苏东坡的理解是对的, 首先白鞠确实是个君子, 然后白鞠在政治上的立场, 他是坚决反对宦官专政, 所以甘露事变虽然他没有参加, 但是他在立场上肯定是站在朝官一边, 他反对宦官, 现在宦官把朝官杀掉了, 他肯定感到悲伤, 而且我们看这句诗怎么理解, 我觉得不能做张德那样理解, 那样理解完全违背文艺, 就是我们读古诗要看, 这个句子应该是什么意思, 这里就在于白鞠同归这四个字, 从哪里来的, 白鞠同归是一个成语, 它起源于近代, 西晋时候有一个诗人, 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文人, 叫做攀岳, 是个美男子, 攀岳, 攀岳当时跟一个叫石虫的人很要好, 石虫是一个大富豪, 两个人是好朋友, 攀岳曾经写了一首诗送给石虫, 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白鞠同所归, 就是我们两个人很好的朋友, 将来等我们老了以后, 我们两个人都头发变白以后, 一起去归隐, 现在还在作怪以后, 一起去归隐, 所以叫白鞠同所归, 但是过了几年以后, 攀岳和石虫这两个人, 受到同一个人的陷害, 一个人叫孙秀, 孙秀陷害他们, 给他们罗子罪名, 然后朝廷就判他们两个人死刑, 所以攀岳跟石虫一起被压到刑场上, 压到刑场上以后, 攀岳看到石虫, 两个人都要被猝死了, 攀岳就想起这句话来了, 攀岳说我们两个人, 真所谓白手同所归, 就是本来我这句诗是说的, 我们将来一起归隐, 但现在是同归于尽, 两个人同一天被猝死, 所以说白手同所归, 那么白鞠以用这句诗里说, 当军白手同归日, 就是用了这个成语, 就是这个意思, 这里有一点是很肯定, 白手同归一定是用在一个复述的人身上, 不是单数的, 因为攀岳跟石虫两个人白手同归, 假如说像张敦那样理解, 这是指王雅一个人白鞠幸灾落后的话, 一个人他跟谁同所归, 一个人无所谓同归于尽, 同归于尽, 两个人几个人才同归于尽, 所以这一句诗, 实际上白鞠以不是针对他一个人说的, 是针对甘露事变中间遇害的众位大成熟, 在刚才说到的甘露事项中间, 王雅是跟白鞠有过节, 两个人原来不好, 关系不好, 但是甘露事项中的另外二项, 一个甲述, 一个苏元鱼, 这两个人跟白鞠以都是非常好的朋友, 这两个人跟白鞠以交往非常好, 交往非常密切, 所以白鞠以对他们这个朝官整体性的被宦官屠杀, 他肯定是感到很悲哀的, 而不是幸灾落后, 白鞠以由于在政治上采取了中眼的处置之道, 远离政治中心, 所以他非常侥幸地躲过了甘露事变这场灾难, 但后人认为白鞠以的这种中眼的生活方式, 说白了就是明哲保身, 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白鞠以的这种生活态度呢? 总的来说, 中眼思想不是一种非常高尚的人生理性, 在当时的社会中间, 在封建社会中间, 人们对他的评价也不是最高的, 因为在儒家传统的思想看来, 最高尚的人生理想, 当然应该是孔子的杀身成人, 应该是孟子所说的舍身取, 就是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, 你要勇于牺牲自己的生命, 牺牲生命也再说不些, 而白鞠以是没有这样做, 白鞠以仅仅是明哲保身, 他是做到了明哲保身, 明哲保身这个词, 在上世纪曾经被我们反复地批判过, 实际上这个词在古代, 它不是一个贬义词, 它是一个保义词, 这个词来源于诗经, 诗经中间两句话叫做, 记名且则以保其身, 什么叫做记名且则以保其身? 后来的人解释诗经说, 就是说一个人能够明辨是非, 明辨善恶, 就是是啊非, 善啊恶, 它是区分得清清楚楚的, 但是他为了要保全自己的生命, 他就采取了一切做法, 自己回避开来, 就避免了灾祸, 它是一种再有是非感的基础上面, 来保全自己的一种做法, 那么当然这种做法肯定是比不上舍身取义, 那样子高的人生境界, 但是它也不是一个负面的形象, 它还是一个正面, 白居易由于他有了踪影思想, 所以他就达到了他的明哲保身的目的, 这一点是他原来所希望的, 也是他最后是实现了他的愿望,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, 谢谢大家。 白居易是唐代最具影响力的大事人之一, 可是后世却有人批评他, 迷官贪财, 那么史诗中的白居易, 究竟是淡泊名利, 知足常乐的乐天派, 还是养勿富贵, 贪恋钱财的假清高呢? 静静关注白居易之知足常乐。